不是思想学说 大家要注意了 如来藏真实 不是思想学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很多的人呢 因为善根成熟 我们就开始信佛 我们信佛一不小心就信成了哲学家 因为心经里头说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那个金刚经里头讲薄弱性空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 把自己学成哲学家 但是大家要小心 哲学家用的是第六意识 用的是分别心 借用概念和逻辑 想把人生和宇宙搞清楚 他不得自受用 而一个真正信佛的人 虽然他知道色空不二 这指导入世和出世不二 他不是要建立这个学说 不是要把这个道理讲给别人 而是为了自己当下的解脱 要切记切记 比如说心经里头 你们大家都很熟悉 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很多人就把这种关系 讲成了是辩证关系 他确实是 佛发现了人生和宇宙的实相 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但是佛为什么讲空 佛讲空是为了破除众生的我知和法知 佛讲色 就是不坏世间 为了让你慈悲相善 讲空为了开智 讲色为了慈悲 是不离开个体生命而建立的佛法 是为了众生究竟的解脱而建立的佛法 不是为了讲哲学 也有科学家 用理论物理学 在研究色即是空 也有哲学家 说释迦摩尼是大哲学家 思想家 你看他把空和色 博二法门讲得多好 我今天告诉大家 他是针对 每一个众生讲的无量的解脱的法门 他不是在讲哲学 因此来说 当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如来藏经的时候 大家要小心 是为了让你回到如来藏海 发明如来藏性 学习种种法 而不被法所付 比如说我们有三大语系 八大宗派 禅宗有五家七派 不管是念佛也好 持戒也好 打坐也好 学显教也好 学密教也好 都是为了让我们生命 洞彻如来藏性 回归到如来藏海 而不是我加入到哪个宗派 我加入到了净土宗 我加入到了禅宗 你看我现在学了密 我又学了险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修行上面 就把自己学成了一种社团组织了 而忽略了自新的这样一种 开发 如来藏和十二因缘 也有很深的关系 简单的来说 我们在佛教基础知识里头 讲的这个十二因缘 也是建立在如来藏海当中的 也是建立在如来藏当中的 为了 为了 为了给大家指出来啊 这个十二因缘和如来藏海的关系 因为在座的有学生嘛 他们会学习这些内容 那么你就记住一句话 其师而缓 不能过比 就是这个十二因缘呀 构成了三世的轮回 三世的轮回 都不能够超过如来藏海 即入太师 持身师如来藏 他是同工而易明的 因此阿含经卷十二里头说 儿时 世尊告主比丘 我已以宿命 未成正绝时 独以敬畜 专精禅思 作是念 何发有故 劳死有 何发缘故 劳死有 即正思维 生如食无间等 生有故 劳死有 生缘故 劳死有 如是有 取 爱 受 促 六入 名色 何发有故 名色有 何发缘故 名色有 即正思维 如是无间等生 其十二环 不能过比 就是佛在打坐的时候 对十二因缘 不断的参问 问到最后 得出一个答案 其十二环 不能过比 都不会超出 如来藏海 或者再打一个简单的比喻 十二因缘 就是如来藏海里头荡起的浪花 这个浪灭了 还是归到这个如来藏海当中 这对于我们学习佛教的基本教义 更深的参悟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来藏 与涅盘的关系 何为涅盘 涅着不生 盘着不灭 涅着不长 盘着不断 涅着不够 盘着不静 涅着不来 盘着不去 涅着不取 盘着不舍 涅着不增 盘着不减 涅着不依 盘着不义 这就是涅盘 涅盘和如来藏 是自住的境界 正涅盘和如来藏海 是生命自住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不修行 他也没有减少 你修行了 他也没有增加 那么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问题 当你自觉了如来藏海 那么你所有的修行的功德就可以向一切的众生回向 如果你不自觉 你把修行的所有的功德就会据为己有 因此 它是有一个自觉和不自觉的区别 金刚薄罗 薄罗蜜精 大家都非常熟悉 徐普提 寓意云和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的阿罗汉果不 徐普提言不也是尊 何一股 十亿有发 名阿罗汉 平时大家可能都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大家说 我出家修行是要证果味的 但是佛说 一个阿罗汉 如果有一个念头说我是阿罗汉 他就一定不是阿罗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涅槃和入来藏海相威 因为入来藏海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回到入来藏海 以徐普提十五所行 而名徐普提是落阿拉罗 行着 因为徐普提他不执着 以自己的寂静和清静 因此他是一个大阿罗汉 如果否定了入来藏 以六十论外道界 则完全无法解释 涅槃和禅定境界的四禅八定 无想定 非想非非想定 灭尽定之差异 所以说呢 修行人不能够否定 入来藏海和入来藏性 佛士师 古印度和中国有很多修行禅定 有成就自成涅槃的人 然而 然而 皆是外道 无限界涅槃 如果外道一正入来藏 则不明外道 所以说入来藏 是外道和非外道的一个很深的区别 当然通过我这样讲呢 给你的生命 给你的修行打一个招呼 你要是完全要明白这些道理是非常难的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叫外道 心由道外 在入来藏海以外 按了一个明目 那就是外道 把一切的修行和功德都回归到入来藏海 这就是大乘行者 非常重要 因为有入来藏 才有佛法的中观 以入来藏真实故 佛法为了意中观 不落在断肠两边 因为有入来藏 佛法就不落在这个有和肠的两边 这才是真正的中观 我们常常说的所谓的外道呢 他就是心外求法 在入来藏以外而求法 不知不证入来藏 甚至是否定了入来藏 失去了佛法真正的内涵 而于普通的世间外道无异 汪父世尊以大事因缘49年而辛苦说法 断肾和常肾本来就是佛法 出现之前就普遍存在的外道见解 外道见解 世间人不是落在常肾 就是落在断肾 就是你和世间的人探讨这个世间法 探讨哲学 或者是探讨伦理 他要么就说这个世间是长的 要么就说世间是断的 是空的 是有的 他落在了两边 只有我们学习了入来藏以后 我们才知道 佛在讲经和修正的时候 不落在空有两边 这个慢慢的呢 要去用心去体会 包括整个的西方哲学 要么说空 要么说有 都不能够行与中道 我们有一些大德 就是现前当代的有一些大德 由于他们做学问 把佛法当学问研究 经常犯一个简单的错误 否定入来藏 认为入来藏不能够亲政 在现当代 只有虚云和来果这样的老和尚 他们明心见性以后亲政入来藏 他们在任何时候 讲经说法 讲到开示 都是从自信海里头流出来的 因此 我们在听闻这些开示的时候 就会入脑入心 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它是非常通达的 而世间的人在研究佛学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否定入来藏 因为入来藏是要亲政的 我们很多人不能够亲政入来藏 因此他就会否定入来藏的存在 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论当中啊 驳斥外道的时候有一首祭语 非常好 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论的时候 他为了证明有如来藏的存在 夫赐空法坏因果 也坏与罪福 亦附惜毁坏一切世俗法 就这个入来藏呢 对于研究佛法和修行的人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来藏经 这个说入来藏海 以法不利是本体 显现方便 是为了度众生 因此呢 我们要学习的入来藏经当中 自我说明有一段文字 叫佛藏经啊 舍利佛若有众生说我者 说人者说众生者说断灭者 说长者说有者 说武者说诸法者 说假明者说编者 皆为逆佛与佛共争 舍利佛乃至于法 受序得者皆与佛争 与佛争者皆入邪道 非我弟子 若非我弟子即与涅槃共争 与佛共争 与法共争 与僧共争 舍利佛如是见人 我则不听出家受教 舍利佛如是见人 我则不听受 依饮水 一字供养 这个如果有人 否定入来藏 那么说明他出家的信心都不具备 如来藏 有很多的名字 我们在前面说过 叫阿拉耶士 叫明心见性 大乘佛法的修行极其的漫长 一般的众生啊 从凡夫位开始伐心修行 要经过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妙觉 总共有52个阶位的菩萨修行 才能够圆满的修正 又可依此分成 真见道 相见道 通达位等层次 那么这 这一切的信心 都要源自于如来藏 对如来藏的信仰 才能够修行的下去 如果没有对如来藏的信仰 我们两眼茫然 在漫长的修行的道路上 就会退心 如来藏 在不同位阶次 依其种子的转变 而现出不同的名称 在三转发轮里面 叫阿拉耶士 叫艺术师 叫无构师 都是指的是如来藏 这个湖南有一个学者 就近代史上 湖南有个学者 叫王传山 他写了一本书叫 向中落梭 他为了证明如来藏的存在 他说在阿拉耶士后面 还有一个白净式 把佛教的维师学研究的 非常的深 经典中明白的说 阿拉耶士就是如来藏 如来藏就是阿拉耶士 如来藏就是真如 如来藏就是明心见性 如来藏就是法界 如来藏就是真如 你们大家把这些概念 如果打通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 从持戒到禅定 修显教 修密教 从念佛到打坐 无二无别 所谓方便有多门 归缘无二路 因为佛在讲经的时候 对不同的众生 讲经的语境不同 他按的假明也是不一样 比如说面对山和大地 就讲法性 面对凡夫就讲佛性 面对迷人就讲觉悟 这些概念都不同 但是他最后面的那个实相是一个 这就是对大家有一个旗帜的行为 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很多 你要知道 你念佛的那个心 就是如来藏海里头泛起的浪花 这个浪花湮灭以后 又归入到如来藏海当中 我们用念佛的这一个念头 让我们的如来藏性现前 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会破除一个法治 六祖会能说 我们东方人念佛要到西方人去 那西方人念佛要去哪里呢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念佛的人啊 来者不定来 去者不定去 本地风光 如果真正会念佛的人 不动到场 当下风光 而不是说我真的要去那个地方 当下就是长济光净土 如果你非要执着说 我就是要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清静庄严的 这个国度的后面就是 长济光净土 长济光净土就是不来不去 如果你们大家里头有高学历的人 我告诉你们大家 佛教的这种思想和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稀奇相关呀 是佛在两千五百年前 已经把它写在经书里了 如果那些科学家 哲学家 社会学家 能够真的看到花眼睛 能看到棱眼睛 那我们这个人间呀 少了多少的战争和烦恼 它是我们整个人类 建立大同世界的一个理论保障 但是遗憾的是 这些哲学家 科学家 社会学家 他们不看佛经 他不知道佛 已经把我们这个人间的 把我们的人间 从理论上把大同世界已经建立了 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共存 这样一个命运的来处 生命的一个共同的来处 说的明明白白 这个入《龙切经》卷八 有一段文字非常重要 我念给大家 大会 阿拉耶使者名如来藏 佛称着大会的名字说 大会啊 阿拉耶使 就是如来藏 而与无名欺识共聚 如大海波 长不断绝 像大海里头起的波浪 你们大家见到哪一个海 不起波浪呢 是海就会起波浪 全水是波 全波是水 手心就是手背 手背就是手心 妙华现在拿着麦克风 在这里给大家讲入来藏 哎呀 行而上 好哲学呀 听不懂啊 那很简单 他为什么能讲 因为在嘴巴的后面 他只是个发声筒 在嘴巴的后面 在嘴巴的后面 有一个事 哎 我们就把它叫意识吧 在意识的后面还有个阿拉耶使 阿拉耶使就是如来藏海 那个海里头 我看到你们以后 我的海就起了波浪了 起了波浪 我就泛起一个浪花 你们一看 啊 口吐莲花 好美啊 人死了以后嘴还在 他为什么不说了 电线断了 没电了 因此古代的大德们 好了不起 他说六根门头 头头是道啊 耳朵能听 眼睛能看 你都不想一想 这个一百二十斤 为什么这么巧妙啊 这么好用啊 这么灵光啊 因为他后面有一个主人翁 但是我们修行人 又犯一个简单的错误 叫头上安头 骑驢找驢 离开了眼耳鼻舌身意 要去找一个佛性 离开了看经打坐 要去找修行 认为我看经打坐 还不是修行 我要修行成功 正老果位 但是心经里头 说的明明白白 一无死得顾的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你要得什么呢 你们大家聪不聪明啊 聪明的人 以后信佛 就不要骑驢找驢 头上安头 六根门头 头头是道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 修行当中的错误 认为我要把我这个心啊 练得像木头 像石头 对外不分别了 你们打架 你们着火 我都不起烦恼了 认为那是修行 那你说 如果说那个是修行的话 那个石头和木头 不修都成了 还用修吗 那么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众生用自己的嘴去骂人 去搬弄是非 恶口 身口一三叶 佛菩萨用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去帮助人 劝人向善 叫人解脱 叫人得智慧 体是一个 拥有两半 比如说水 在沙漠里头 就可以解磕 大水来了 就把人给淹死了 他的体是一个 拥有两半 说一切的修行人 在这个地方 要回过身来 千万不要变成了死修行 如来藏海 对我们太重要了 如来藏海 犹如大地 能够生长万物 如来大海 如来藏海 犹如大海 能够生养一切的生物 如冷切经 卷八 佛说大会 阿拉业使者名如来藏 而与无名 欺世共聚 如大海 不长不断绝 身聚生故 离无常过 离于我时 自性清静 于欺世者心 意 意识等念念不住 是生灭法 其他的欺世 莫诺诗 意识 言而鼻舌深 他是生灭法 有烦恼 二元对立 死了以后就坏了 但是阿拉业使不坏 阿拉业使不坏 他是在如来藏海当中 水不离波 波不离水 说说修行人 为什么不要怕烦恼 因为烦恼性空 这个空就是如来藏 修行人 为什么不怕死 因为死就像脱一件衣服 你就是吃药打针 从现象来说 你就是吃药打针 没有不死的人 但是那个死 但是那个死是假死 不是真死 因为你回到了如来藏 因缘聚会的时候 你又来了 就像你们大家现在看到冬天 树都落叶了 到了明年春天 他又发芽了 佛发高庙在这个地方 你们大家不能够证明因果 不能够证明轮回 你们大家就看看 一年的春夏秋冬 生命也是一个春夏秋冬 但是四季 是不断的轮转的 去取就来 来来就去 说这个如《龙切经》当中 佛就明确的告诉阿南说 如来藏就是第八事 如来藏 他的体性和七大自性的关系 十相心 就是如来藏心 它有不同的体性 如来藏的第一个体性 叫做非断非长 这是佛发非常高妙的地方 我们讲佛发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非断非长 如来藏的第二个特性 叫非空非有 为什么叫非空非有呢 如果有人 把佛发讲成这个空和有 那么就成了二元对立 他的第三个体性 叫不生不灭 一定要知道 现在是在给如来藏下定义 你们大家要了解 第一 非断非有 非断非长 第二个非空非有 第三个不生不灭 第四个不依不易 第五个非有变异 非无变异 记住以后慢慢去领会 第六个非有作用 非无作用 第七个 如来藏 从因地 从因地 一直到佛地 都是 无有 和 我们世间的法是有违法 叫因缘 和 如来藏 非有 非和 不是和 合法 如来藏 从因地 移植到佛地 皆是无有 和 不会合并 世间的一切法 有和合性 比如说我们盖房子 有砖头 有木头 把房子盖起来了 有增减 但是如来藏呢 它是不生不灭的 也就是说 一个烦恼的凡夫 不管他怎么样的烦恼 他的如来藏 都是没有变化的 第八 如来藏的功德 不可思议 因此佛在经当中说 福祉大会 有七种性自性 所谓急性自性 性自性 相性自性 大种性自性 因性自性 原性自性 成性自性 这是在这个 《冷切阿波多罗保经》里头 记载的 《八十规矩项》当中说 大元无构同时发 普照释放陈差中 就阐述的是如来藏 如来藏 在整个大乘佛法中的重要的位置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 二乘涅槃 辟止佛的因缘观 大乘成佛指导的佛菩提 皆以如来藏真实而说 如果没有如来藏 你们大家讲出离心 讲菩提心 全部都成了戏论了 因为有如来藏 我们才讲发菩提心 发出离心 那么菩提心 就是觉悟的心 你觉悟什么呢 觉悟如来藏心 破除法治和我治 那么为什么要发出离心呢 因为你黏住于人间的名利 财色明示碎 而不得解脱 因此要发出离心 打一个最粗浅的比方 就像我们剥洋葱一样 我们把它一层层的剥开 发现到最后是性空的 但是你说它是性空的 它这个东西又生成了 所以它妙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切现象的本质 一切佛法的种词 非常重要 因此在《妙法莲花经》当中 有一段文字 舍利佛 如来夫作是念 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 舍欲方便 为诸众生 赞如来知见利 无所谓者 众生不能一事得度 所以这何 世诸众生 未免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 而为三界火宅所烧 何以能解佛之智慧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 佛说呀 舍利佛呀 我就是有神通 我就是有智慧 我有种种的 五眼六通 三明四智 十四不共法 我都不能够度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众生 没有入来藏 就像一个种子 它没有生发的能力 你就是把它种在一个 肥沃的土壤里头 它也不能够发芽 那我为什么不舍众生 而去讲经说法 因为我发现了众生 皆有佛心 多好啊 佛看到众生都有佛性 因此他讲经说法 再打一个比喻 就像一个人睡着了 那该吃饭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叫醒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它是活的 如果这个人死了 我不会去叫它 因为我知道它叫不活了 就像一个种子 我知道它能够生根发芽 我会把它种在土里头 如果我把它煮熟了 我会不会把它种到土里头呢 我就是把它种到土里头 它也会烂掉 所以说 佛为什么讲经说法 是因为我们有佛性 佛性就是入来藏性 就是入来藏 因此我想这句话 你们大家是能够听懂的 佛为什么给我们讲经说法 就是开显入来藏 这样一来呢 这个佛讲经说法 就变得非常的有意义了 但是 大家要知道 如来藏 难思难政 为什么叫难思呢 我用两句话来说 第一 我们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 把自己从地球上拽起来 你们在座的各位 谁的力气很大说 拽着自己的头发 能把自己从地球上拽起来 我们拽不起来 这就是人类的局限性 那我们为什么说 佛在大乘启迅力说 唯性能入 唯性能度 性为桥梁 性为道元功德母 是因为我们和佛 凡夫和佛之间 层次差得很远 佛讲的话 我们真的听不懂 有的很多经常有人说 我看佛经看不懂啊 不但你们看不懂 半个圣人曾波藩 接触了很多高僧大等 看金刚经都看不懂 说基督三那个高僧 没有办法给他了个 给他的一个这个 观音菩萨普门品 他看懂了 给他看金刚经 他都看不懂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儒人 他是很入室的 他要立得立功立言的 而这个佛法是处理法 是非常高妙的 看不懂不仅仅是不认识字 不仅仅是把句子念不通 而是因为这个经里头的意思 他不能够领会 因为我们的世间人 都在五欲六成当中 南正 南正为什么南正呢 因为这个世间的名利 和五欲六成 对人的染污 就像烟咸菜一样 我们从里到外 都被他烟透了 那即便是如此 佛观众生 皆有佛性 皆有如来藏 在这个如来藏经里头 用十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就叫伟花欲 我们在明天就会讲到 那个佛平时讲经的时候 都放光动地 口吐莲花 坐在莲花座上 非常清净庄严 但是佛在讲如来藏经的时候 那个花朵都枯萎了 那很多佛 那个罗汉们和菩萨们都很诧异 说这个莲花为什么会枯萎 在枯萎的莲花当中出现了莲蓬 佛每一个上面都做的一个佛 现出了石像 我们看到这个美妙的花的这种枯萎 是一种假象 现出真正的石像来 这就是如来藏的宝贵 他用了十个比喻 那十个比喻 眼睛一看耳朵一听就能够懂 但是在今天这一作当中 你们大家首先把如来藏这三个字 深深的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对如来藏三个字 要去思维 要去修正 这样一来就建立了对大乘佛教的信心 唯有禅门无门之门而入 非意识思维所能得 如果否定了如来藏 单纯的做学术研究 把它看成这种思想 你就不能够正道如来藏 正不到如来藏 为佛学而佛学 而不是学佛 学佛自己要得利益 那么真正得利益的人 就是明心见性的人 就是能够正道如来藏的人 如果没有如来藏 三成菩提一切佛法 皆成细论 如来藏是三成菩提的核心 佛门已入来藏 千年传承 传宗里不是讲这个一心传心吗 传什么心呢 如来藏心 无有正法 眼障涅槃妙心 从世质念花到假设为效 作为经典 所有的一切公案 较外别传 言语倒弹 心形除灭 后面都暗含着如来藏 达摩祖师观察了时间因缘 把佛法带到了东土 传发给二祖 二祖传到一路下来传到五祖 那么一代一代传承的第一异地 从来不曾改一 因为中国东土具备了大乘佛教的气象 这个气象就是如来藏海 众生心中有如来藏性 因此各位 你们今天能够放下尘牢 坐到这里 请我这五天 五个半天 讲如来藏经 充分证明 我们大家对于大乘佛教的信心 对于如来藏的信心 也希望大家这五天 学完这个如来藏经以后 能够把自己投身于如来藏海当中 建立自己的信心 这样你的修行 用维摩经上一句话来讲 就是龙象戳塔 飞驴所堪 就会呈现出一种大乘的修行的气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修行的时候 特别在意那些织末 粘住于文字 做学问 搬胳膊弄腿 做一点点的功德就据为己有 有一点点的进步就傲得不得了 因为这样的情况 我们如果今天学习了入来藏经以后 建立一个深广的信心 我们不管是参禅打坐 诵经念佛 持戒 我们的内心 就会 就会广博 就会黏住在 黏住在这个织末上面 所以说呢 不但要听我讲 每天上午念入来藏经的时候 要随文入关 因为语言毕竟是两维的 我讲的深了 你听不懂 我讲的浅了 我又对不起大家 所以说呢 要 今天把大家领进这个入来藏海 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自悟自修自证 信仰入来藏 学习入来藏 修正入来藏 这样一来 我们的烦恼在心中就不会生根 面对生死 我们就不会计较 就不会纠结忧愁愁和苦恼 说入来藏 对于大乘佛教来说 是大乘佛教精神的源泉 而我们汉地 东统恰恰具备了这样一种姻缘 所以说呢 为了让大家上修行上一个台阶 我们这一次选入来藏 入来藏经给大家讲 是有利益的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